喂~~我是教練coach 今天呢要來幫大家 分析一下我們所有禮包的CP值啊 還有推薦各種階段去買哪一種禮包比較好 最後會來實測一個迷霧卡牌的禮包抽卡 那抽卡之前啊 那我先跟大家講說我買禮包的時候 我都是怎麼去計算它的CP值的 我會直接看到可以抽卡的這個 像迷霧卡牌啊或者是非凡卡包 還有圖書館的抽券 去做計算 那我計算的方法非常簡單 抽券的話啊 如果一張是低於50塊的話我就會買 那非凡卡包也一樣 非凡卡包呢 它是抽了之後會有4張卡 至少有一張是史詩以上 然後30抽可以保底傳說 那圖書館的通行證呢 40抽保底 一抽是5張 學年驚喜寶箱裡面有100張的迷霧卡牌 那如果按照圖書館5張是一抽的話 它等於是20抽的圖書館抽券 雖然它不能保底 但是我們計算一下CP值喔 我在計算的時候啊 會把這旁邊的這些雜物拿掉 因為旁邊的雜物啊 基本上都是可以打到的啊 像這個迴響金石還是傳說金迴響 或者這個錢幣 那大型煙火盒 它雖然是不能夠打到的 但是它沒有實質戰力的提升 所以我也會把它拿掉不做計算 那我就會直接用430 除以圖書館抽券的話 它等於是20抽 所以一張抽券等於是21.5元的CP值 接下來我再來算一下學年進階寶箱 它雖然品質比較高一點 然後保底也只需要30 圖書館是40 剛有說過嘛 但是它每一次開只有4種卡牌 所以我也是把它等同於跟圖書館一樣的價值 來做計算 那這邊的話就是330元 然後除以6 對55元的CP值 已經接近低於50元的標準了 那如果按照我們50元的標準的話 迷霧卡牌它是我們標準CP值的一半 但是啊 我們這邊看到它的機率 是不是看起來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普卡的機率是50%嘛 那 西友是6.5 史詩3% 傳說0.5 直接來看圖書館的 普卡是58.3 西友是34 史詩是7% 那傳說是0.7 那我直接告訴大家結論啊 就是我們迷霧卡牌啊 其實普卡獲得的機率比較少 但是它提升了西友卡牌獲得的機率 然後史詩跟傳說的機率也降低了 不過我們在依照我們剛剛CP值的標準 假如是50塊的話啊 它這邊的CP值是21點多塊 所以我們可以獲得的卡片就更多了 那21點多塊是50塊的不到一半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機率直接乘以兩倍啊 去做一個簡單的換算 但其實機率不是這樣算的 這是一個很好理解的簡單換算而已 因為主要我們就是會獲得比較多卡 那如果你是比較新手的話 或者你剛接觸這個遊戲 你想要快速提升自己魔法書的等級 就可以買這一包 那我這只是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啊 所以呢我現在馬上就要給它買下去了 假如我抽到傳說卡 那我就信了啊 好我們買完了馬上來開 來看看 哭啊 完全沒有傳說卡啊 是不是被騙錢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給大家看結果啊 但是藍卡確實蠻多的 那紙卡只有兩張沒有半張傳說啊 所以假如啊你是新手啊 想要快速的升法書等級的話 就可以考慮來買這一包 用單純的CP值來說 算蠻划算的 那如果你是等級比較高的話 或者你想要抽傳說卡 就比較推薦買非凡卡包 因為它的保底是最快速的 而且最少都還可以開到史詩 那假如啊有時候 我們會有保底活動 像是上一次的馬糞活動啊 或下一次更新的時候 第二季的夥伴卡會有這個 米樂蛙麥格麥教授 那一樣是60抽之後免費贈送 那如果你維克的話 就可以先來抽圖書館 把麥教授的金卡給免費拿到啊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禮包CP值實測 還有推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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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és んで